今天的话习着电动车顶着烈日 到金陵镇那边看一下那边发展的怎么样了现在 金陵镇的话现在有城市大道通往那边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滚通 只差五公里这样了 金陵镇的话是广西的香蕉之乡 也是南宁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重镇 大家看一下这个金陵镇的话就 在这个右江边了 滨江的小镇环境真的非常的优美 而且是农业大镇 它也是香蕉之乡跟磐落一起 这个是金陵镇这两年才建起来的一个闪月园 有点规模了 大家印象当中现在南宁都是重点向东向南发展了 三长镇啊古庙镇啊 还有吴须镇那边开发的很大 但现在金陵镇的话发展也是日清月裕的 因为金陵镇 以前是南宁最早的卫星城 以前金陵镇这边是郊区 是南宁真正的郊区 以前雍陵还是县的时候 古明还是县的时候 这边 已经是真正南宁的郊区了 金陵镇啊松丁啊纳隆啊唐落啊 金光啊江西都是南宁真正的郊区啊 金陵镇的话离南宁有20公里离南宁市区啊 现在 已经有15公里建成这个城市大道了很宽的 我怕属了有工业园 还有一些物流园 房地上的话也有开发到这边了 那金陵镇位于南宁的向游 这个片区的话是五明和右江左江的汇流地 然后流到这个南宁的雍江 他北面就是五明区南面湖水县 西面的话就是荣安县 如果南宁开发到五明区或者是吴须镇的话是被 10公里这样的山阻隔了 但是如果开发到金陵这边的话是完全连绳一片了 那没想到的话现在这边城市大道还没完全贯通 但已经有房闭闪在这边开发了 既然来到了金陵呢 就去问一下现在房价是怎么样 房子是怎样的 顺便俯瞰一下整个金陵镇的全貌 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这个金陵镇的地形地貌 楼盘 上面那个之前买烂费的 还停工了 现在又刚刚找到河河了 又重新启动不够空气 你要多花一万多块钱买的套吧 这就是阳台呀 那边那个水库很大的有的水库 这边的视野非常好 是啊这边是现不错 我可能有点吵 要进大陆啊 又江嘛 这边可能比较熟啊 对面就是金光嘛你看 金光农场 然后这边这边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文明线墓 像那个美丽兰庄 应该挺直到美丽兰庄吧 懂啊 不是古兆那边啊 东南村嘛 是东南村嘛 东南村那边只是一块地 主要的那个是在这里边 是在金陵车站的后面这一片地 你在什么地了 是新水泉那边吗 对 那个我去过啊 那个我懂啊 它就是从那个 车站 金陵车站 懂啊 对 金陵车站后面那里 你又进去到那个城堆 那这边就是那个东蒙商卜城嘛 是吗 是吗 农产品农农农市 农农市 先在 那个 青色的那个 铁底锤 在上去的那个 黄色的房子 还是 像农产品造益中心嘛 对 然后再上去的话是那个 变朗厂 变朗厂 就是 变朗厂 这个就是里面的结构了 刚才那个美女顾问的话 就说这边的房价是五仙 多一点点 而且呢 不同楼层的话 这个房价会有些偏差 高层的话会贵一点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金陵镇的北面 也就是双定镇了 这的话他应该马上通公交车了 这铁都睡应 睡应了 这边的房子的话 也基本看完了 房价的话基本在五仙左右 大家觉得这个房价怎么样 因为目前的话 金陵还是开发的洗部阶段 绳势大道的话还没完全的贯通 相比较现在火又开发的五象群区 山塘片区 沙井片区 还有现在五明区 吴区那边 空港片区 金陵镇是不是便宜了许多 金陵镇会是南宁周边 目前最便宜的片区吗 那我也准备要回去了 再见了美丽的金陵镇